在这新的一年 希望大家把所有心里不开心的事 都送到千里之外 我送你离开千里之外 你无声黑白 模仿小哥费玉清 邻居说唱就唱信手拈来 能动能静的他 其实还写的一首好字 我觉得中文字很美 是因为每个字都是一幅图 当你看到龙的时候 脑中要有那个动物的形状 然后看到老虎的时候 你会觉得它很有力度 像我写字都比较注重动态 在邻居笔下 龙和虎似乎都有了生命 龙飞虎月也是他送给新年的祝福 希望已经闷了两年的经济等等各方面 都能够气势高涨 还有可爱的腐虎身风 也展现林俊逸喜欢在传统字句添加创意 像是面对疫情突如其来的2020年 他则将其中一个二字换成错愕的二 还特别采用特殊技法 让字体呈现破碎感 你要把它只揉烂 然后摊平之后 它就会比没有揉烂之前要难写很多 就你每一笔下去都会是虚的 所以你要想尽办法 就是要把手握住 然后就是用更大的力度去写那个课 写了快100张宣纸才有现在的成品 林俊逸说写字能让他感到平静 也能激发很多想象空间 从大学开始写出兴趣 至今写了20几年 每年都要写掉上千张宣纸 我记得我20出头的时候帮忙写字 然后有晚年 然后有就是祝贺的那种 一个月可以快10万块 现在林俊逸还设立手写字体工作室 帮MV或演唱会设计手写字 能唱又能写既抚慰歌迷 也自我疗愈 订阅宣纸 红张鞋 都不到 一生补肖 一整年好运到 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 面对所有挑战都超有猫虎气势 BREADAN 新的一年 对自己最爱的人海映圣 BREAD 爱老虎 这个世界就会充满爱哦 BREADAN